新一集的輝貨本地波又和大家見面 兩位拍檔說今集我們很高興 因為過去就完結了聯賽的殺科戰 其實這集非常多話說 但是最開心的事就是我們很榮幸今集就請了嘉賓上來 這個嘉賓這個星期就最紅了 各大平台甚至紅到台灣也見到他 好像捉獎明星選舉要加一個新的學位 我就知道殺科日的man of the weed就是他 man of the season 差不多 我們三個主持人都作為一個節目主持 可以請到他和他一起做到節目 非常榮幸 我們一起給他一點掌聲 就是我們今個星期最受歡迎的房中圍 阿房其實你知不知道今個星期有很多四字詞 都是由你開始的 我本身不知道原來這麼多中文的四字成語 是有個為字或者有個防字的 是 我看到很多的為所欲為 為我獨尊 還有什麼 防不聲防 防不聲防 其實將你的三個字都可以作出三首詩 首先就是防不聲防 中飽私囊 還有為所欲為就是防中為 剛剛好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 那天那張照片 即是瘋傳那張照片 其實大家看到我好像笑得很燦爛 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其實我是踩高了一腳的 不知道大家怎麼 那你會問為什麼我要踩高對腳呢 還有些東西踩高了 因為你有隻腳長過另外兩隻腳 我很緊張啊 大哥 所以是步步遺形的 有一個就成語 步步遺形 步步遺形 坦白說 其實說真的 不要說是球迷 我們現在三個主持都想打你 你知不知道你成為了范仲真的第一位 你剛開場拍完那張合照 我已經很擔心你能否出到青衣 哪張合照 即是你擔心女魂 你擔心女魂 你擔心女魂 即是被人截到那張照 一進來 我已經很擔心你能否出到青衣 即是今天在這裡見到我還是很恩愛 想不到你這麼大膽 即是手腳見全床 踢到球 原來一落起來的時候 一個人立了這麼多條女 不如告訴大家 到底那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待會再說 我們先講到進風的長幫 好 我們先講今個星期 一些不關事的事情 因為大家的焦點都去了房間 我們先講一些無謂的事情 其實全天 我可以分為由天氣的決定 整天的走向 因為星期日就非常精彩 首先其實點半 在彭馬地有一場甲組大戰 就是中西區對晉英九龍城 其實這場都是關乎冠軍的比賽 其實中西區只要在這場對晉英九龍城不敗 就可以提前兩輪封王 因為他餘下兩輪領先第二位的晉英九龍城五分 但是踢到… 剛剛可能開球還是未開球 已經要腰斬了 所以這場有踢到的 踢了一會 踢了一會 不知道踢了多久 腰斬了 因為大雨或者雷暴 場地積水 所以這場就踢不到下去了 去到點多兩點的時候 還是非常大雨 黃雨去到紅雨 出發的時候 一直在去青衣的時候 都擔心青衣場能不能踢到 但是已經有很多球在青衣外排隊了 幸好去到兩點多 甚至三點的時候就收了一點雨 雖然有落 但是收了一點 而且好像停了雷暴 那一刻阿芳還未爆紅 是的 可能某些地區會大雨一點 例如在港島那邊會大雨一點 所以港會的場地延遲了半個小時 在深水埗那邊就更加大 那邊的場地可能排水會比較差 延遲半個小時 又半個小時 都是因為場地積水問題 踢不到的那一場 那一場就要改旗了 但是竹種就說這場球是腰斬的 但是腰斬是要踢下才叫腰斬的 這個其實不應該叫腰斬 叫延期 也叫改旗 那就改了 因為接下來是星期日 沒錯 其實這場球其實是半禮行公事 如果東方贏了的話 就會壓過南區升上去第四位 那南區就會掉到第五位 深水埗的平衡就不變了 就算贏輸也 但是這場球本身就是阿郭加樂郭Sir的Failwell 其實這場球應該是很多人的Failwell 或者最後一場球 或者臨放架前一場球 講威力 但是現在無緣無故要退了一個星期 有些球員可能就是 還要訓練多了整個星期 訓練多了整個星期 外輪買了機票可能不理會你 好像巴道姆那些都走了 變相這場球可能很天殘地缺 兩邊都不知道 預備組大戰 對於東方來說 第四位或者第五位都分別不大 另外還有兩場球 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首先講了港會 港會在主場2比1 就贏了冠中南區 剛才Billy說 比起原本預定的時間 三點鐘延遲了大約半小時 我記得當時流浪已經1比0的時候 他還未開球 入場人數是567人 相當給面子 有五百多人去看港會 但是這場球賽果 完全影響聯賽的三哥排名 沒錯 南區三連敗 你猜不猜到 季尾三連敗 由三哥那些倒進去 第四甚至第五 米線都可以賣 是 可能是焦點放了一場決賽 雖然聯賽 到了你那裡 不要這樣 因為賽前 我也有為港足立喊 都可以宣傳一下他們 港足立喊 都是一站式網上的其中一個平台 都有寫一些賽前的簡介 我也覺得南區是否多或少 把注意力放在精英杯決賽 是 但是聯賽又欠一個排名 但是有時候都很難去取捨 但是港會 他們的主場威力 以及今季他們的簡單直接的高空球攻勢 都是很銳利的 所以結果 南區近方又越踢越頹 尺頭 尺頭 這場球有個亮點就是阿謙入球 周梓謙 不是尺德謙 都是叫阿謙 一個小將 其實大家 我們這個節目的主持 都介紹過阿謙很多次 周梓謙其實就 又小了 16歲 是啊 好像還未97 但是很值得大家留意 在季尾最悲的一場球開齋 不知道港會下一年還會留住 還是他繼續不繼續踢 應該會繼續踢 他正在讀書 其實他中學是男拔 我記得好像是男拔 應該還未考DSE 他剛剛過了17歲 3月份 3日 這場球南區也有一點 我用一個字就是活該 其實這場球 他的勝負都影響了亞洲賽的資格席位 你拿不到三哥的席位 你拿一個青鮮杯冠軍也沒用 那你下年是否掉了心水 不踢亞洲賽呢 是 老實說 如果以南區今年的祖軍方針 我也建議他不如第四選 說真的 亞洲賽 踢那一場是浪費 你本身的深度不夠 祖軍方向也不夠積極 你既然球會沒有這樣的資源 不如把那個位置讓給莫先生算吧 我怕他如果沒有亞洲賽踢 踢到這麼退 我怕艾華也未必留得到 你知道艾華入席了 但是艾華這場雖然入球 但是他浪費了多少機會 看精華也浪費了多少機會 這件事也很艾華 我有一點想幫南區說一些話 因為始終球會成立這麼多年 他們都很想拿回一個錦標 你也知道 因為之前 最近就是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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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陣營杯和足仲杯 都試過 近年 都只是屈居亞棍 所以 可能球員 始終覺得這一刻 希望為球會拿一個錦標 因為我很記得 當年離開的時候 我跟他還有聯絡 在網上 他也覺得很感動 或者夏志明 離開了南區 但是一個錦標 也拿不到 但是這些是效力了 球會很長時間的球員 又覺得 南區作為二、三線分子 應該真的可以在杯賽上有些斬獲 所以一直以來都覺得有些不得志 可能覺得 主要力放在決賽 我都要看看是否 還是真的 原來那個勢 是頹勢未止 你一直沉下去的話 又會影響了你決賽 一班球員的士氣 我希望他們 起碼精英杯決賽 就咬緊一點 不要跟李文爭那麼遠 強弱元素也不是那麼好看 這場球 南區就輸了之後 令大家意外 但是另一邊有人喚氣有人受 劉浪就藉著南區這場球輸球 作客大報運動場 在藍地之下 都五比一大炒對手 入場數就454人 我看到大頭哥都說 真的給面子有400多人 不過劉浪到了季尾 就很有霸氣 我覺得十對講超 季尾 比起傑里更加有霸氣 都說給多一個循環 你都不知道劉浪可以排第幾 所以你現在的足總盃決賽 我剛才跟Ockby和Billy說 可能我都會稱先劉浪一點 他自從輸給傑智之後 其實聯賽最後的六場就贏了 所以令到他們有足夠積分 反壓藍區升上去第三 確保了亞洲賽席位 今場都贏得很有說服力 說真的他們前面幾個 伊巴謙 兩球 神田夢實 Junior Junior 甚至林遼泰都開齋 所以就… 著火了 整條線我都覺得著火了 還有這對球 不要一直說我 最近有很多新聞 聽說莫先生也找了大豪 放盤 放盤 這宗是第一宗 第二宗就是蕭松文 蕭松文 他也著火了 蕭仔一向都著火了 嚴傷 我想著那些語氣 即是被捕那一刻 他的聲音又響 第三宗就是 應該是今早還是昨天發生的 即是一些打氣團 變色那個 加下黃色衣服 又變成一個藍色衣服 又藍 我很想知道劉浪的打氣會長 即是官方打氣會長 官方認可拍片 即是他來到草地做訪問 在穿著李文球衣的時候 有沒有打氣 你打不打氣也好 不過打人打氣也好 你在李文的核心打氣區那裡 穿著一件李文球衣 已經都是一個 在足球界裡面來說 一個叛徒行為 即是很簡單 你第一場穿著津峰那件球衣 你第二場球 你也不會穿著黃或藍色的衣服 因為我真的看到 因為我在想 譬如那天 潔志對李文是六點開球的 應該是有些球迷 來自那幾場球 即是頭場那幾場 然後就趕去入場 那進去 是不是衣服淋濕了 然後李文球迷借了衣服去穿 原來有這樣的故事 真的怪錯他 要繞 要繞 然後就坐在球迷區那邊 我不知道 所以就 但是的確真的 不知道 有一點難看 可能循波爆了 沒有位置坐 他穿著流浪的球衣 坐在李文球迷打氣區的位置 然後球迷看不過眼 這樣很噁心 我們不要把這個繞的故事繼續發酵 不是變成我們 又幫了Philip仔 又幫了高sir 然後現在又說我們有維持人 白癡莫別 我們只是喜歡樂天女孩 而且我們很支持劉浪先鋒 沒錯 而且我支持防忠衛 我們跟防忠衛 這場球完結之後 劉浪就很令人驚喜地 拿了聯賽三哥這個位置 就已經鎖定了這個亞洲賽的 阿冠的外圍賽 的席位 聯賽應該是足中一杯決賽 他如果輸了給傑志 因為他本身聯賽冠軍已經有一個名額 所以就會過度了給聯賽第三位 所以他無論在足中一杯決賽 贏還是輸 他都已經掌握了這個席位 但是跟大家說 網上所說的 你用什麼角色去踢這個外圍賽 對於對手是沒有影響的 因為都是那個外圍賽的席位 都是在那一格 所以無論你是第三位好 足中一杯冠軍 都是對那一隊 如果定了一隊的話 暫時他們現在就會對著越南那一隊 進了級之後就會對人村聯 好像是沒有記錯 如果李文那條線 就比較難踢一點點 那他們進級對著印尼的其中一隊 巴里聯 因為印尼那邊還要踢個輔加賽 才能定到那個印尼代表資格 所以暫時只是對印尼球隊 對完那隊印尼球隊 如果進級就會對著今季的亞冠冠軍 蒲和鴻傳 因為蒲和鴻傳 雖然他們是衛免冠軍 但是他們在聯賽排名又上不了前面 又拿不到天王杯 所以他們即使贏了冠軍 他們都要由外圍賽去踢起 沒有像歐聯一樣改革 但是我們說了那麼多 流浪遇上的對手 但是本身流浪有沒有興趣參加 或者有沒有這樣的條件參加 流浪有沒有興趣參加 不知道 莫先生有 因為很多記者都問過莫先生 莫先生都表示有興趣 甚至說明是賣樓也要去 有些人移民到 拿不拿到牌子 拿不拿到亞冠牌 其實港超的牌子和亞冠牌的資格 其實是掛勾的 那你拿到港超牌子 其實就應該拿到亞冠牌 他應該需要補分一個 鴻牌的教練 因為應該帶隊出亞冠 就要鴻牌教練 今天也有人討論 究竟香港還有哪個鴻牌 市場上 那不一定是找香港那些 師傅會不會過檔 我們看看劉浪的教練 哪一個是有泡牌呢 米露有沒有 米露應該真的不知道有沒有 其實 莫先生一組已經有先見之明 穩定的米露就是做這個 米露有泡牌也不奇怪 可能最多不是亞洲區 待會可以檢查一下 如果聽到我們節目的朋友 知道米露有沒有泡牌 劉浩二跟你說 如果不是 其實最多在非洲簽個有泡牌教練 你沒有說過一定是亞洲足協 你沒有說過一定是亞洲區域 買一層樓出來也行 買一個泡牌 不是 找一個有泡牌的教練 不行 那時候也是這樣 找一個保守 幫你拿著隊伍的 對嗎 真的有心踢的話 這不是問題 但其實到季尾 流浪是令到大家很振奮的球隊 即是很傳奇 我覺得今年的流浪 即是由最初季初的時間 他們一路好像出閘有脫腳 去到阿菲哥在球場裡 勸教 勸教 不是 先拉著隊友 先拉著隊友 後來才慢慢勸教 到現在找了幾個日韓球員 之後中興 其實最大的轉捏點就是亞加士圖 自動激到立立一下 炒了四件巴西鬼 趕了他們離開之後 然後簽了一個神田夢圍 不是 神田夢圍 就開始扭轉了 扭轉了整個流浪的命運 所以剛才我聽到幾位拍檔說到 這個亞冠的外圍賽的對手 如果我是李文 我最不想對著流浪 我對其他隊可能都有機會贏 對現在的流浪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是仁川聯都害怕 你想想流浪貴初的外援 選古爾、大衛、巴拉、亞加士圖 傳播到季尾面目全非得來 越看越好 不過真的 我們之前也讚過他們 攻守也很平均 還有很少犯錯 那些亞援 林遼泰、金文灰、神田夢圍 那些真是朴宗范 朴宗范來到就立即交到貨 他們其實不突出 不要計算是神田夢圍 後面那幾個真的不突出 但是很實正 很實用 很實而不華 未必踢法很突出 但其實後防線真的絕少犯法 你好過先簽絲沙吧 還有大家看到 我們不得不拿前面 他拿第三 我們不得不和潔志李文比較 老實說到季尾 他這球比這兩隊好看 真的你看得出來有形狀 不是個人技術 或者玩質素 還有很有球味 港超在球場內外 最有娛樂性的 都沒有第二隊 所以去到竹中杯決賽 我們 我個人 先投流浪一票 支持流浪 我已經買了一件衣服來支持 你不要入球場才換 會爆 對不起 我穿下去2XL都會爆 所以我只能夠戴著一件衣服 你不會半場換球衣吧 我就穿肉絲下去 那個賽程的討論 我們之後再說 其實我們先穿一條褲子 李先生的風高位積 我們先不說了 為何要留一點時間 說這一節裡的戲肉 沒錯 清衣那邊 清衣那邊有好東西 進鋒在爆棚的情況下 一球小勝了香港U23 一場是1422 精華在開球前衍 這場球其實有四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紅旗先爆棚 第二個重點就是Philip 陳少軍入球開齋 第三就是何國泉 46歲高齡破廣超上陣最年長紀錄 拿了MOM打足全場 然後退役 高光退役 第四就是艾伯賈奴 雖然受傷患困擾 但這場也踢了10分鐘 表演賽 對 光榮退下 餘下的重點我交給阿房 這場球就講完了 這場球就講完了 這樣交球給我 其實坦白說這場球 也並非太可觀 因為下雨 我想觀眾也想聽這些 你說回大家想聽的 好啦 入正題吧 作為進風球迷 是很幸福的 我不是只是說我 我只是說一個大環境 我可以證明阿房是不會換衣服的那些進風球迷 最多是脫衣服 進風球迷 他經常打氣打到脫衣服 所以他是堅實的 進風球迷 不會轉會 為什麼說這個大環境講起呢 其實是由這件事的速成 到一直引起的迴響 紅旗 全部賣光 然後就 那個球會去管理這次活動的流程 安排等等 其實就 絕對不是說搞得很細緻 你說流程是不是很從善如流 很方便 很順暢 不是 不過 正因為球會肯撥出資源 去邀請樂天女孩來香港 或者如果你沒有這種人脈網絡的話 大家都不能夠一倒他們的風采 引起一些話題 其實進風請樂天女孩回來 是想大家認識多些進風這隊球隊 但是 自從這場球搞完之後 大家認識多些的人 不是進風 是你 那我也多謝大家 大家避免 我自己在IG出了個帖子 其實我覺得 放心 待會我會說樂天女孩的秘聞 或者那些 逐跳旅說 不是 我不敢 待會再補充 不過其實我覺得 有一個很深刻的感覺就是 感受就是 好像一個嘉年華 因為其實球賽真的很多東西 可以促成得到 職球員的比重固然是最高 但是球員也有他們的參與 而配套上怎樣可以 玩這場球賽呢 又是佔了一部分 加加賣賣 就是一個卡尼佛 就是嘉年華 是 這次其實 有入場的朋友 包括Billy 是 同學也有入場 除了樂天女孩成為焦點之外 其實也 當天球會 找了兩個司儀 或者球賽的廣播員 其中一個當然是我 那就是 是進鋒邀請你 還是你自己爭辯的 呃 主場賽事 無論主場賽事 無論主客賽事也好 都是由足種方面委派自己的職員 去讀譬如比賽的陣容 是 或者是入場人數 後備換人 還有就是保時 這四個項目 這件事 Billy很欣賞你 是 這裡要讚一讚阿房 首先 由出場報主場球員名單的時候 每個球員都按個花名 當時你還沒有生氣 對 生氣了 但是我也要留意他專業的一面 專業的一面就是 他預備了每個球員出場 他都按了一個花名 而除了正選 因為剛剛阿房說到 他賽前是不知道哪個球員正選 所以他準備了所有球員都有這個花名 即使他去到臨場知道哪一個 誰是正選什麼人 他再抽出來說 譬如什麼 帥仔門神林俊傑 民風喪膽葉卓文 攻守兼備卡爾特納 瀟灑哥陳紹軍 左右開公廢利菩薩 這些 平時我們在廣超 聽不到這些報名 我覺得這些就是所謂的主場氣氛 主場就不是那個地點 不只是那個地點 只是那個球場的地理位置 而是所有主持營造出來的氣氛 場邊佈置 甚至今次請了樂天女孩 回來營造那個電影 主題一個週末 整件事 整件事就是主場氣氛 如果每一場都有這些元素 即使不是阿芳做 即使俊芳是阿芳做 譬如敬芳是找另一個人做 而他又有自己的風格 如果流浪 我想說Philip自己說 對 Philip自己說也是一個風格 李生自己說 肥胸不要踢 不要踢 不要踢 其實是任你玩 你喜歡的話 你不讀完球員的全名 你讀完球員的花名 譬如16號 你讀完球員的花名 其實竹種應該是接受的 我想聽朝中文 在阿芳做這個帖子前 其實我也不知道原來主場是可以安排自己的主播 我以為港會是有特權 你也知道港會有很多特權 四點半指定 主要是你跟竹種說 竹種說我節省個人 阿芳不如分享一下 要求會去 申請這個帖子 我自己有個報名 或者主持 是怎樣做的 我這裡真的 首先要很感謝竹種那方面的配合 都不是說這麼經常 你會說多謝竹種 但是這次真的 他們 譬如我當天作為廣播員 我就坐在求證席 求證席就有兩個竹種職員 我就不開名 就是一男一女 他們都很提示我 要那些流程 說的時候 什麼時候要說 譬如你後備換人的時候 你要等個球證 舉了牌 不是球證 第四球證 舉了牌 現了號碼 才去讀出你後備球員 換入和換出是誰 跟我說得很清晰 也就是房間裡面的同事 都很配合 我沒有說什麼是完全不讓我做的 但其實他們都很高風險 一會兒我發台溫 或者說髒話 或者原來 他們最介意 你後來怎麼會這樣換 突然叫了一個肉絲 炒麵 或者他們最害怕其實是 四個字 中銀人壽 如果我不記得說 歡迎來到這場中銀人壽 香港超級聯賽 說了中銀人壽這四個字 那我可能會出事 我出事 即是他們出事 他們出事 那上面就炸營 但這場球應該就是 樂天女孩足球聯賽 是 那時候 一會兒樂天女孩 我跟大家補充一下 所以其實 現在說吧 不 我要說足總 我現在要說足總體驗 所以其實 大家可以飛去兩分鐘之後 我這次覺得 我這次覺得很感動 因為其實 你主隊都可以有自己的方法 在一個可以接納的程度之下 帶動球迷氣氛 譬如還有一個例子 就是 陳少軍入球 我不知道Billy聽到 我就仿效 歐洲 南美那些 對 陳少 然後球迷就會軍 陳少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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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你想想到嗎 如果作客那裡入球呢 你會不會這樣 如果作客那裡入球 當然不會說 那就是主場戲 這樣對 但是這個玩法 其實坦白說 有一點點尷尬 因為當現場 不是太多人配合的時候 你作為廣播員 那場傳統是毒藍 所以這個就要營造文化 譬如你和球迷做過一兩場 他們是知道怎麼做的 他們就延續傳統下去 而且球迷會也幫忙 可以和其他球會都有一個好好的時間 其他球會都可以效法 這次的做法 我相信很多球迷 劉浪就是找一個會長來試試 打氣 可能那個球突然在唱歌 唱莫生打氣 可以的 其實真的任你玩 你在比賽 其實甚至你在比賽途中 當然不是入球 或者很緊張的情況 你任何球在運轉的時候 廣播員說話 大動現場的氣氛都可以 我突然想像到 莫生真的有踢踢入球 可能敵對球迷 不要再唱 我輸了 除了白底褲 我叫了你不要再唱 至少剛才Billy說的 我的確賽前我花了很多心機 去讀那些應用球員的術語 還有那些西班牙的名字 都不容易讀 你要去研究 問球員的訓練是怎樣 是一樣的 譬如Pablo 他叫Pablo 但是他的姓 加利高 如果你照讀的話 可能是Galego 但是其實是Galego 這些就是對球員的了解 甚至是 故意要去球場去問他 其實我怎樣正確讀你的發音 才會比較好 這些就是主持專業的一部分 那些術語呢 如果你有留意 譬如剛才Billy讀了幾個 我不可以形容到那個球員 真的很花枝招戰 要忠容一點 很厲害 我不可以每個人都說 哇 腳腳七柱 入球拔拔聲 然後龍門刀槍不入 因為如果球員聽到 我是主場球迷 我當然想幫助晉鋒 我會考慮 如果主場球員 如果一群球員聽得到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受到壓力 超過了嗎 對 一顆這麼大頂高帽 到時候腳緊還沒死 這個你有沒有參考 你之前去看J-Lead 有沒有參考他們的 J-Lead其實呢 他們都有這樣的做法 我看到他們報球員的時候 他們好像有沒有一些術語 好像沒有帶動 但是他們報人名的時候 主場那些都很激動 對 很激動 所以我覺得如果加上術語 坦白說這個是我自創的 但是我想問一下一件事 就是回到這個話題的開頭 到底晉鋒是否要跟叔總申請的呢 以你所知 要的 但是基本上你說如果主場球員 主場那隊 你說有真的邀請到一些師儀 或者是廣播員的話 祝總是不介意讓你去自行發揮 所以你就坐在那裡講晉鋒的出場陣容 你講完所有陣容 然後捉總 U23的那些都是你說的 都是我說的 是的 但是你就沒有幫世傑那些改革 沒有啊 譬如如果 如果沒有 如果客隊球員誰入球都好 林志豐也好 吳文希也好 吳文希也好 誰入球都好 我只會讀香港U23入球球員 23號 23號是誰 吳文希也好似忘了 總之很平淡地讀出 但如果主隊就不是了 主隊一定是喊爆了咪 不過呢 講到美國PA 剛才我跟Ringo研究過 真的很有名 怎樣呢 那些喇叭 其實是不是每個場的喇叭 我想當日全場最漂亮的喇叭 是喇叭傳 就被你找到 真的 那天那個喇叭 你知道我真的很辛苦 我會邀請全哥聽這一集 不用了 你喊爆咪都不關我的咪出聲音 主要是PA系統太垃圾 那個喇叭本身的質素太差 現在香港康民署轄下的場地 大部分用的喇叭 應該只是適合校運會 那些最基本的宣傳的用途 但也聽不到 因為這個不只是清衣場的問題 深水埗一樣 旺角牆那個 其實重建完之後 我們也是罵了很久 為什麼PA系統可以這麼差 旺角那個叫好一點 至少賽前音樂你就聽到 但是聲音是散的 剛才提到校運會 正正我在殺科日之前的一個星期 家裡有小朋友在那裡運動會 他會報幕究竟誰贏 我全校都沒有人知道誰贏 聽不到聲音 你知道我喊到當日 我有一刻喊到橫甲幕突然扯著痛 你扯著痛的人 我特別想說你在球場裡喊 你知不知道有很多人在電視機前喊你 你究竟聽不聽到防忠為必死 放開一個女生 我聽到了 把姐自己擔一扯 把姐自己擔 把姐要別人擔的 自己不會擔就大男 你不如說說說幕 你給我機會講講幕 給我一個機會 我澄清一下 好嗎 球民可以聽到 這就是氣肉 這一節的氣肉 其實當日發生了什麼事 我跟另一個女主持就是翠兒 翠兒也是我的好朋友 因為落天女孩 我本身知道 因為場地下很大雨 我見過他們在台灣表演的片段 就算下幾大雨 他們都很專業 不需要擔傘 都會出來照跳 上半場是開球前 他們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們本身安排了三節表演的 就是開球 中場和原場 你開球的時候 剛好那段時間非常大雨 他們出來表演 我本身沒有想過他們需要擔傘 而且足眾都沒有安排擔傘給他們 接著他們就出來了 我阿翠兒說 是不是要擔碼擔傘給他們 但那時候只是一把傘 只有我和翠兒在用同一把傘 翠兒就叫我去吧 你不用擔傘我 永世流傳 我跟你說 接著我埋去擔傘 擔傘 你先說清楚 擔傘 不是擔傘 擔傘 不是其他擔 擔心也可以擔 那我就真的擔心 因為一個人一把傘 傘是多大的 我覺得 但是也擔不上九個人 就是八個人加上我 那我就立刻想 大家加上一點 不是自肥 我發誓 我發誓 真的不是自肥 是我 因為 我想世界上任何一個男人都是 下場試試看 我去的女人會不會擔心 那你見到傘濕了 之後見到 我不知道站在旁邊看誰 以後不是落天女孩 以後總之落雨天 我就想起你 然後 那一下我聽到什麼呢 Billy 你在現場 你聽到人罵你嗎 我聽到 其實他們就控過來 然後我真的馬上聽到現場是起控的 我只是聽到起控而已 但是我聽不到有人罵 因為太遠 你知道青衣場 隔一條跑道很難聽得到 我事後在台灣頻道 就是今早才看到 有台灣頻道拍了一條影片 然後就說 必須死落地獄還是什麼 自肥可恥的類似 我事後才聽到 好了 但是你知不知道 其實 你聽到這裡 各位球迷 你聽到這裡 你再看一張照片 你嘗試留意一下 我雙手握著這把傘 是很大力的 為什麼呢 我不想我雙手碰到其他人和事 你明白嗎 是 我很害怕 我也很害怕 然後你嘗試看 你再看我的腳 我是害怕得我 跌高了你的腳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老實實 其實這整件事 你部署了多久 好像處心積慮一樣 其實呢 這些講笑而已 然後翠兒看到現場 有些虛聲 他都回到原場 你出來吧 我鬥吧 你都看到了 我馬上跟現場 球迷沙傘 所謂的發香區 我想全場只有阿維 即防忠偉 是體驗過的 只有他一個感受到 因為我上去上面的所謂的發香區 被那些男人包圍著 只有體臭就沒有發香 我想說 撿男區 即是大家淋了一整天 雨在外面排隊進來 然後清衣的場又濕濕濕濕濕濕 又加上一些汗 嘩 臭到呢 即是那個位置迫進去之後 大家的鏡頭中間聞著那股臭汗 你不要說完全是沒有發香 沒有發香只有體臭 全場只有阿維一個男人是幸福的 這個呢 我必須承認的 即是賽後我都 即是賽後 即是離開了幾位女孩子們之後 都有點餘香 即是好像餘香營一樣 你還說 即是我反應 還說 還不是的 你有沒有試過做錯的節目 被主持打 我然後離開了清衣 離不去過室 不過呢 講回一個小小的秘密 因為呢 有沒有他們幾個女孩子的趣味 講來聽 有的 因為呢 其實首先安排上 賽前 還差一點要延遲 即是賽前 其實本身呢 球會有一個特別的安排 如果一場球是延遲的話 在開球前 他們是會安排一個 問答遊戲的環節 或者是互動的環節 就是在看台上 給一些球迷和一班樂天女孩 是有個互動和交流的 因為他安撫一下球迷情緒 即使進來也有些事情 給你看一下 因為知道延遲了 不會只能看臭 那我寧願延遲 延遲了 對了 這個是沒有人知道的 我也是第一次在這個平台分享出去 這些事情 事後 現在延遲完了 那最後你有沒有跟樂天女孩玩 有 聽說你其實前一天 其實下午已經玩了一陣 玩了一陣 其實有一段影片還沒播出 你玩了他們多久 跟他們玩了多久 一起交流多久 其實在5月6日 即是星期六那天 就在早上在九龍仔公園 就有一個遊戲節目 你也是運動 但那天出席的樂天女孩只有六個 因為有兩個還沒到 跟我和翠兒 加上艾北簡奴和黃正德 還有五家羊玩遊戲 就是玩一些射球遊戲 然後第二個遊戲就是跳舞遊戲 所以過程中也有很多交流 我也可以率先在這裡跟大家透露一下 有兩位樂天女孩 奮不顧身地擋出了艾伯簡奴和黃正德的射門 真是令到球迷們 沒有球迷 就是主持們 是猶年生愛 即是你 會不會浮誇太多 不會 現在你說什麼都沒用 這條片未出來也是孝子 所以大家要留意 留意球會的官方專頁 還有LINE LINE就是那個APP的 因為LINE始終是台灣上 台灣那邊 所以都可以留意這兩個平台 不過講到樂天女孩 補充一點點 那天我相信除了大家的焦點 當然我們笑話房真是說笑話 但實際上那天見到樂天女孩的鞋 這班女孩真的很抱 即是在一個這麼大雨的情況下 非常專業 Billy就親身見到她們有幾抱 至少沒有那些港女西面 其實那天5月6號 其實我也有跟她有接觸 你也有份 我也是有份 你是不是收了很多私火照片 沒有沒有沒有 都拿出來的 都拿出來的了 跟她們都做了一條短片 問一下她們會選擇誰做老公 誰做男朋友 不知球賣有沒有看到那條片 他們當時沒有把房中圍的照片給她 如果要給她一個男主持去選擇 我想阿房將來都做不到 都做不到 都做不到 到時變成青紅蘿蔔防中圍 這件事就是她們的優點 我跟她們的經理人合作的時候 經理人都很害怕我們 你不要問她們這麼專業的東西 她們都不太懂得足球 你放心吧 我問她們哪些球員英俊 這些就行了 她們最擅長玩綜藝 果然跟她們解釋完一輪之後 其實她們就自己說 基本上是非常專業 給了你反應 可以交到東西 我給了六個球員 她就六個球員都說 其實變相就是令到別人認識到球員 這也是Clossover的其中一個 我們想要的效果 給一些不是看開進風 不是看開足球員 都認識到進風這條球的名字 以及認識到裡面的球員 至少知道他們的樣子 我想其實是外界也想帶出來的東西 但外界也不太記得球員 至少記得 不過我要幫Billy補充多一點 因為其實賽後 就是星期日的賽後 進風就在銅鑼灣 一間天台的餐廳 就安排了晚宴 樂天女孩也全數出席 就換了晚裝 五龍球會 所以正正 有沒有相看 沒有相看 我真的不好意思 忘記拍照 玩到忘了 正正對應Billy的遊戲 其實當天挺搞笑的 是否也認識了他們 是的 尤其是 是誰 因為球員整班合照 然後 當王偉國在這裡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大叫 老公 最慘的是王偉國 你知道的 大家未必知道 可能有事 因為王偉國本身是有女朋友的 他求完本身就尷尬了 他沒有帶一條女孩出來 對 但是他也很乖 很乖的 臉像紅蘑果的顏色 一定 紅蘑果那件球衣 對 不過這樣 如果我再跟他拍照 罪名就再加一椅子 但是我只能夠說 不過現在我說什麼也沒用 但是都要說 那天 因為 一個判了終身監禁的人 還怕犯錯 因為大家在球場 和我剛才說的那條綜藝片 都是看到他們 那個 怎麼說 活潑的一面 還有 很不錯的 運動裝 還有他們很笑容 對 但是那天晚上 就穿了一些飲衣 所以都是 打扮上 我想 大家都很喜歡 所以就 最棒的誰 說一個 你選一個老婆 我不如說一些 條件 我就比較喜歡高一點 和長頭髮一點 大家呼籲呼籲 你剛才咪咪後 不是這麼說的 我不是這麼說的 可惜不可以出街 真的 出街就 大家 他們很可愛 還有 始終 剛才阿輝輝說 港女沒那麼西面 不是 港女西面一點 的確是的 不是港女女朋友 這兩天相處 我感覺到 除了專業之外 很有動力之外 其實最重要 是否很適合 對 最重要的聲音 是 綠茶表 令到你很有感覺 師傅師將你的偉偉 說真的 他們其實 5號 6號 7號 基本上 操勞了兩天 應該是 操勞了兩天 即是 6號 即是早上 跟阿維拍片 然後又 一直訪問 馬拉松式 跟媒體訪問 各大傳媒 然後第二天 比賽 就一早要去賽牌 然後比賽表演 晚上又要跟球隊社交 其實真的 很累的 很累的 但都很展現出他們的活潑 能力 還有專業的 專業 首先就是 第一個專業就是 他們很懂得給反應 由阿芳 你單把借過去 那些女生都要 如果是香港女團 才能做到那一幕 我事後在想 如果是香港女團 會不會不跟她 都要跟她 才能做到這個經典一幕 也是 其實很難 這個就是 即是他們還要跟她 還要 你是不是想找Color試試 給一些笑 給一些心 讓記者們拍照 都很懂得做這種效果 即是鍾藝雲 然後半場 其實上了上面 跟球迷近距離 一些接觸 叫他們跳舞 其實很尷尬 因為那個位置 很窄的 音樂出不了你 是的 這個也是要罵的 不知道在做什麼 但他們都 跳一下他們 平時棒球場的打氣舞 都不斷跟攝影師笑 給你拍照 揮手 即使他們肝肌在做什麼 大家都好像很開心 其實 我覺得這次 就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還有跳舞 下雨跳舞 也是一個非常專業的體驗 都是濕透的 濕透的 都是 還在笑著 對 我覺得最好的示範就是 他們都有說的 樂天女孩 他們都說 可不可以 例如輪流過來香港 有個駐團的代表 我覺得聽起來 真的挺吸引 你想想 咬房可能每個星期都有 不是認真地說 我覺得這一個是 一定有33個 輪流來 真的為所欲為 你想想 就算不是進方 你可能是其他球隊 他們不如反過來 不要只是謙俊鋒 港超聯籤 逐隊玩 對 逐隊玩 你的推廣面會比較闊 分散 或者另一個想法就是 將香港足球推廣去台灣 因為有中天來的 其實有的 一定有報道 台灣報紙也有報道 特別想問一下 Billy的花水 因為聽說在看台 都有一些專門來香港 看樂天女孩的棒球球迷 還有一些不懂得看球 是的 這個挺搞笑的 除了香港本身的球迷之外 你可以留意到 有些是說普通話的 很明顯是台灣來的 支持他們的人 有些是穿棒球衣 即是桃園那對球 的棒球迷進來的 有些是純粹龍油 可能只是拍女的 我聽到那個對話很搞笑 是 魚人 半場的時候 他們下一個表演 其實他們完全不知道足球比賽 是45分鐘完場 15分鐘再有45分鐘 其實他們是 不是來看球 不是來看球 甚至還沒有接觸過足球 甚至 所以 某程度 又是我們經常說 如何帶生客進足球場 沒錯 這些都是生客 你不要管他進來做什麼 進來先 我看到賽後訪問的球員 也有這樣說 其他卓文也有這樣說 是的 就是 球員都很歡迎這件事 即是 他們說即使 那麼多人進來 不是每個人都支持我們 可能 但是 起碼坐八個場 接觸到先 熱熱鬧鬧 所以說到這裡 我其實有點肺虎之言 除了剛才Billy跟我一邊說 賽前 讀過陣容 為什麼要介紹多一點 就是希望 我也明白 這場比賽很多入場的觀眾 都是為了樂天女孩而來的 所以 正因如此 我就要多說一點 介紹給他們聽 這個球員有什麼特性 譬如瀟灑哥 陳紹軍 那些人可能覺得 怎樣瀟灑發 就可能會留意一下他的表現 這場比賽還入球 是的 還有賽後 其實有艾伯賈奧榮有儀式 我也主導大局 艾伯賈奧也親自去看台搭者球迷 有一番的感言 然後在完結的那一幕 我講了四個論點 就是 四個論點 就是希望 雖然當時我也不知道 還有多少球迷 留守在青衣場 還有一些麥克風都未必聽到 是的 未必聽到 但是我先講了 我只是講幾件事 如果大家真的喜歡今天的體驗 就歡迎大家來季 再入場支持晉豐 就講晉豐的好 譬如說青衣的根基 或者打氣如何 在打氣情況如何 中西合璧可以做得到 就是幾件事 種種因素 以及人情味的展現 希望可以留得住 今天入場的生下 我做就盡了我的力量去做 希望可以帶一些訊息 給一些本身不支持 或者沒有留意足球的朋友 大家聽到阿房 求情都給他一條生路 很明顯就是一些 在那裡鬥 好了 我們留一集給你在那裡自便 你自己自肥 我們又給你自便 那我和大家在這一節完結之前 分享了多一個小賣點 就是當日有些 你會很有興趣我和他有什麼交流呢? 然後我就跟他說 就是同一班樂天女孩 6號那天來的 拍遊戲節目那天 我就用 我看看用普通話 大家聽不聽得懂 我就跟他們說 聽說台灣的女生 比較喜歡一些 講國語 講得普通的香港人 他們會覺得很可愛 耍呼呼的 是嗎?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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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天女孩 不要聽這些流言蜚語 有說你生一個爭梢蜢嗎? 我就是忘了說 因為呢 這個不是我 聽眾們 不要以為我很自戀 真的有些網民覺得我像張孝全 但那天我忘了跟他們說 如果跟他們說 可能他們真的會覺得 反而呢 近來的照片出了之後 我看到有幾個留言說 為何會這麼像張志恆呢? 你啊? 都像的 我那天拍那段影片 真的漏了 放給你選擇 就是要失策這個位置 真的 下一季 進鋒打氣的口號 會不會有一句是說你的 不會吧? 不是 我拿著咪咪 現場有求 不是說叫我升阿桑 喔升阿桑 算了 不如再說一下 其實台灣的啦啦隊文化 其實現在就非常之盛行 其實他們是職業隊來的 說真的 他們練舞 譬如出席球會的商業活動 他們自己的商業活動 其實他們是一個職業這樣去做 而不是一個業餘的興趣 所以 除了這隊樂天女孩之外 其實每一隊的中華職棒 籃球那邊有幾隊職業籃球隊 其實每一隊都有他們專屬的職業啦啦隊 所以 香港的球隊不一定只是找樂天女孩的 找一些 譬如中華 中信兄弟那些都有整隊 譬如 富邦他們都有整隊 富邦Angels那些 所以其實 很多很多 可能他們就是覺得 國內競爭那麼大 打一下國外市場 打一下香港市場也好 尤其是台灣很喜歡跟香港有互動 尤其是多了台灣人現在來旅行 我覺得這個大家的交流都好 甚至乎我想一個想法就是 我們香港自己都可能可以搞一隊 絕對 深水埗也可能可以搞一隊出來 還有再說 雙機處處 我想看深水埗那一隊 深水埗也有的 今季的 北河街 北河街 我說雙機處處 當投資者老闆看到原來 真的有這麼多人來捧場 贊助商 同意 跟我們談的時候 恰談起來 可能會有更多說服力 我覺得 怎樣去把球會的商業元素 再提升得好一點 這是重點 因為始終足球是商業行為 即現在職業足球是商業行為 大佬大家說 有多熱血都好 都是說錢的 沒有錢養不起球 那怎樣可以令到一些 之前未接觸過廣超的投資者 會覺得投資落對球 都會有一定的宣傳效果呢 其實找多一些合作都是重要的 其實樂天女孩他們穿著 進風見球衣 你可能往後 你就可以找到一個好一點的 深口贊助 其實說到球衣 我想說 用他們去賣的周邊商品 隨時發過自己的球隊 因為我看樂天女孩那些 又出寫真集 又出什麼簽名卡 球衣卡 他們自己的球衣 鎖匙扣的周邊多好 我上Carosel那些 上Carosel那些簽名卡 大佬幾百元而已 進風球衣 豁湖體溫版那些 還有體溫的那些 還有范香區 有的 其實那個晚宴 就是一班老闆們 都教了幫我衣服 其實他們也送了一些帽子給我們 我也有帽子 不過我今天忘記帶你 什麼顏色 什麼顏色 藍色的 那頂帽子 坦白說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戴帽 綠色的 不是 藍色的 有機會展示給大家看看 那頂帽子的帽子 我都很喜歡 不是買花森花 有個凸出來的尖頂 是的 是的 所以 有特聞羅旋問 無論如何 這次的確 的迴響是很大的 反應是很好的 是的 同意 我覺得其實 總結這次 即是樂天麗來香港 我覺得是一個 可以說三四方面 都是Win Win的局面 包括了 進風其實 都升了上港超聯 都三年了 我相信他做這件事 他一鋪 就像立了之前的書 其實他過去幾年 無論成績多好 或者多差 甚至乎 可能令老闆有異性難生等等 其實這次你做了這件事 簡單來說 一鋪回來 除了阿房 什麼都有之外 其實我也想 其實是夏年 今集中有票房局響 不如夏年是阿房局響 阿房就去蒙同隊 對 反過來是樂天去鞋 也有多了知名度 我相信之前 未必有很多球迷知道 有這對女權 真的 我以前也沒有什麼研究 坦白說 經過此一役之後 我追蹤她的IG 大家知道 除了林襄之外 還有一個藍籃也很棒 是否之後會有AKB48 韓國那些 或者日韓應該是 日韓應該比較難 因為始終 市場不同 氣金也貴 還有那個語言不通也是問題 台灣大家聽得懂廣東話 他就懂得少說廣東話 如果你叫日本女團 就是Konigewa 不是 你還有認識其他的 你下次有AKB來 你再把傘子再小一點 我把縮骨傘 最好笑的 我這幾天真的看很多留言 又濕圍 然後又說我處心積累 單把傘子這麼小 但是說開又說 我們都很替阿懷開心 因為始終很多留言區 除了說阿倫 之後 今次是自肥之外 很多人都說 其實他很多節目都說 很多事情都很好看的 所以 原來 密密做節目 原來都是有人看 有人留意的 還有有件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那一天之後 即是那張照片出了之後的二十四小時 我多了一百五十個追蹤 在IG 那些是Hater 那些是Hater Follow you to hate you 那些是Hater 對我來說很多 所以我也不知道說什麼好 那些樂天旅行有沒有追蹤你 有repost過Story 應該是 我沒記錯是 他們叫你做什麼 阿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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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季之後 我想阿慧 真的長駐台灣 真的 是 那不就更曉明一齊 真的很好看的體驗 感受 我擔心我們下年會少一個主持 我們換些樂天女孩上來 我們的節目再用不下他 我們請不起阿慧 希望你將來可以做客席嘉賓 知道在哪裏錄音 我怕有人愁加上來 開心的 開心的 真的很開心 這個體驗非常好 是不是 你都做到自己 難忘 難忘 無憾 無憾 但有些人說要玩 桃花運要玩怎麼辦 你出得來走 你預了玩 說笑而已 阿慧 這次大家都 你令到大家認識多了你很多 進鋒也沒有你那麼多人認識 樂天女孩又做到 我覺得這件事是挺好的 即是無論是 爆棚是一件開心的事 然後又有女孩看 然後大家都忘記了一場球踢成點 總之就是一個 經常說廣超需要兼密 我又說了 剛才不是有四個重點嗎 是 沒有了 沒有了 不過最重要的 容許我用回 阿全哥這麼辛苦 踢了一場高比賽 我都忘記了 是的 沒有提過他的表現 值得的 不過最後 容許我用一個認真的tone 來回應 因為我在晚宴那裡 其實我已經是 作為一個稱職 專業 客觀 對本地足球 有一份執著和熱愛的主持人 其實在那個晚宴上面 我是驚異和何Sir 即是何信賢 在談論下季的組軍安排 你啊 即是他討論 你以為你做了一次布幕 你就可以組軍 不是 即是跟他說我的看法 作為球牌 明白明白 你想想 因為我跟他其實都是工作狂 你看這場球還未完結 已經在想下季的事情 可Sir不知道你所作所為 他遮掩 他也叫我不要解釋 解釋是不能回應的 所以希望大家 最希望作為晉峰的球迷 不要說作為晉峰的球迷 大家繼續支持本地球 真的有 仍然有很多東西未必開發 可以再搞多一些市場市場 其實今年晉峰做得挺成功的 除了樂天雷霞之外 他今年也做了很多 其實對新球隊就是這樣 你要令人認識 除了成績之外 就是做這些 所以要建立 經常說廣超要話題 對 要建立自己的性格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球隊要有自己的形象 有一個性格 而不是普普通通的 經常說區對區對 什麼區的東西叫什麼區對 你都要表現一個性格給別人 例如夏天你粉紅色 你能拿到一些WOW的東西 你反過來想想 其實那些女生 其實是很合適的 因為你想想那些女生 如果反過來可能穿一些 說壞一點 對不起 穿海景那件紅色 嘩 撐不住 那如果北河女孩穿綠色呢 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一個挺好的 我覺得對晉峰來說最大的挑戰 就是他這次 其實因為買那張票是連下年的貴票 下年留得到多少貴票的客人 可以再 即是他不只是看一場 他是下年還會回來的 我覺得這個對晉峰是一個挑戰 你們怎樣去把這次 而不是一次 留著那些客人 不是射一次就算 你下年不要說落天女孩 你找其他兼密的東西來玩 那跟青衣有什麼互動 這個可以想想 球迷基數的確是不足夠的 但是有唯有讀幾樣 可能是賣點 即是球迷的打氣文化 如果你有聽過晉峰的打氣文化 你就知道其實是混雜著 是挺創新 是很有外國的感覺 很有 因為 我有時候在外國的比賽 都聽到一些 一樣的 外國那些 抄你們 不是 是 本身是因為有三幾個 外國人 帶到過來 進鋒 可以知道那些語句 或者節奏是怎樣玩的 而我作為本地的 進鋒的球迷代表 我就有什麼可以搭救呢 譬如 他們可能未必很認識一些 那些年輕小將 當他們在防守或者進攻 有些很突出的表現 那我就會發號施令 喊那個球員 譬如 舉例而已 沒有任何指向性 譬如 翁家熙 我叫翁家熙 自然大家會叫翁家熙 因為他聽到一個人叫 你就會跟著他 但他們未必是這麼認識這些球員 所以 怎樣融會貫通 你真的要看進風 或壓了運 不要說我們又吹奏深水埗 講到市場 其實深水埗 都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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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不是做得好出色 其實他們也有女兒 只不過是這麼不幸運 他們也有季味 有幾場 其實每場主場 其實有個市集 邀請一些社區裡面的組織 去放一下球衣展 放一些時間給小朋友玩 即是北河街的運動場 也挺加連華的感覺 雖然不是很大迴響 但起碼他們嘗試去做 又會叫一些啦啦隊 在半場上跳舞 我印象深刻 他們找了那些舊球衣服 即是二十年來的舊球衣服 做了一支大旗 在主場上展示 掛了出來 那張其實我覺得是挺深水埗的 或者會不會有機會透過其他產業 深水埗其實也有很多街頭小吃 例如我馬上想起 例如昆記 昆記砲仔糕 會不會有些食店 有機會可以 有些小吃進到球場 然後有一些情懷 可以帶給一些球迷 進去試試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這樣做 其實今年說真的 區隊成立二十週 是一個挺好的時間點去推廣區隊 為什麼南區不做呢 為什麼大埔不做呢 為什麼大埔不做呢 你們都是區隊出身 你們都是二十年 南區的性格就是 你們都是成軍 你們都是剛剛成軍二十年 是不是 為什麼不嘗試利用這個 這麼好的時間點 去做多一些 市場的事情 沒錯 這一集 臨尾我們要多說一點點 除了房金節 就是房中維致肥企劃講完 我們就講一下 竹總 其實昨天 就是我們做節目 這一刻之前 一天竹總 就更新了新版面 網頁 新版面 當然除了大家要喊房中維 剛才你說打氣 就是房中維 你一說房中維 可能下一句是什麼 房中維落地獄 除了這件事之後 其實捉獎這個新的網頁 也挺落地獄 真的 不是他落地獄 使用者的感覺很小 首先昨天 下午已經是網絲 幾個小時都入不了 原來就是部署更換這個新網站 我經常說 你這些更新的事情 你在凌晨做 你有什麼理由在下午做 下午要看資料的時候 看不到 不斷檢查 有東西要檢查 對不對 不過原來我聽說 坊間 除了我們真的要做事的人之外 原來很多球迷 是不想觸總的網頁 對 而且之前有流出過一次 那一次又收回 那一次又是 對 你說一下有什麼 那麼不斷 就是換了一個新的版面 給大家一些新的頁面 新的體驗 誰知道 這個體驗就是一個 不好的體驗 首先 其實我可以說 整個網頁是換湯不換藥的 是 那些按鈕是新的 那些版面的類型 好像是新的 但裡面其實所有資訊都是一樣的 是 沒有新的東西 是 你說那些什麼 會不會有多數據看 齊圓的統計數據 比賽的統計數據 沒有的 是 我預期的東西 想看多些資訊 沒有的 原本的東西有難禁 原本的東西有難禁 是 甚至沒有了 譬如我要看一對球 以前是可以看回全季的賽果 只是那對球的賽果 就是結智 全季的 他有那些時候看完結智全季的比賽 現在沒有這個類型 我不知道他在哪裡看回全季 我可以上維基看也好 上Google看好像是方便的距 是不是 而且 好像剛剛殺火日 5月7日那天就有好幾場球 如果現在只在這個版面 只看到一個賽果 你這麼獨立一場球 404 原來是有這個ERROR贊助 原來是捉上這個頁 他其實還沒推出UAT的推出 都是吃招的 我不知道是哪個Vender 你只能拌入去 你用什麼器材 都要隔一隔 沒有 其實這個 至少在Google的評分會很差 即是等待 是嗎 是的 每一格 你這麼簡單 你的Key Visual一下都不出來 只是對著你那顆Bug做什麼 你究竟 ASEO怎麼跑 誰幫他做的 還有封面那句slogan 好像你有些意見 大哥 你要想Punch Line Viu 我覺得真的很簡單 要不要開給大家 如果大家 如果現在看網頁版 桌上版 他在做完 等到他 404 404 又是ERROR贊助 真是搞笑 我不知道你捉上去想搞什麼 其實我經常覺得 你從一個PR的角度 在Marketing的角度 你是一個Punch Line 沒有問題的 但Punch Line 應該是非常確實的 或者你要你全部做的事 都是跟著這條Punch Line 去打這條Punch Line 你現在的Punch Line 不知道是什麼 是交的東西 When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沒有問題 你用這條Punch Line 但究竟你在什麼情況之下 你其他東西配合這條Punch Line 你究竟是宣傳聯賽 和宣傳你自己的香港隊 是用這條Punch Line 還是怎樣 你其他東西都不交用 不如放回中文 你好像在看Mandalorian 看這個東西 那倒不得 不如香港隊厲害抽選 你應該這樣 你用回我們耳熟能場的東西 想不到香港隊 甚至香港足球 這句話 老實說 這個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買回來的圖片 是嗎 就是圖片 有這句話 你還未改 我正在說的是 你完全不明白 其實為何要建立這條Punch Line 你想打到香港隊 你之前沒有用過 那你如果沒有用過 我想拿一條新的Punch Line 出來 將香港足球 和香港隊 不是香港隊的香港足球 我想建立它 那究竟你想怎樣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現在 there is a will 我便要推倒足總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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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又不是 究竟你足總 你自己本身就是這麼多年來被人救病 你的隔身是奇隱怪的 那你既然 不要緊 可能有些同事 或者總之他們想到一個方法 推銷到老闆 對 弄這句Punch Line 那你是要一個完整的Campaign 去Revamp整個香港足球的Package 而不是你無緣無故 補充了網頁 扔了東西出來 其他東西 就一樣是要麻煩你上來何文田 在Working Hour裡面買票 對吧 你依然是 用這些那麼舊的方法去營運 一個現在已經要 政府說了十幾年 體育運動要盛事化 要娛樂化 什麼什麼 什麼 你找回這樣的人來搞 那個operation的時候 你到最後 你搞其他網頁 搞多少東西 搞多少PR 還有我很奇怪 你為什麼要到季尾這個時刻去做 為什麼呢 其實現在聯賽 所有本地賽事只剩下三場球 為什麼你不踢完 你才去搞 在休閒的時候 你慢慢搞 球迷不會再看之前的東西 是的 看的機率少 休閒的時候 那些話得事的老闆 全部都放假 找不到董事會不開會 那個Ville不見了 是啊 那個Ville是圍捉的Ville 我希望他趕快游 香港捉了 其實這句說話 就不是什麼自己創新的標具 是的 真的有 真的有 這個是用了any 就是在英語環境裡面 哲學的世界上 是經常會用的 但是其實你沒有一個很強的指向性 你不是那個 就是建立一對波的東西 你是很深層不要用這麼行貨的 就是很老實講 不過算了 罵到這裡 找日才再開一集來罵你 所以就是 即是說足種的網頁 就辛苦了我們 即是我們現在去找資料 我們現在去上Google 上Yahoo看 比他更快 是啊 上Google Google 一無了然 所有東西 沒錯 好了 這一節很長 我們就被阿房澄清了 你開心了 但我罵過了 即是我們都開心的 我們的主持人終於出頭了 終於 出頭 馬一樣出頭 你出名了 你出哪個頭 你已經出名了 好了 今節我們就講到這裡 還有一種中之中的理傑大戰 我們留待下一節再跟大家說 好 我們下一節再見 拜拜